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5号在苏州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何立峰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和阁下 共同将中心关系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发展 破坏了蓝图 双方要紧紧围绕中心关系新定位 抓住发展新契机 充分利用好苏州工业园区等合作平台 推动既有合作提制升级 李显龙表示 在两国高层引领下 新中关系不断深化 发展势头强劲 新方愿与中方一道 密切各层级交往 加强各领域合作 进一步巩固提升新中关系 同日何立峰和李显龙共同出席 中心苏州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双方一致同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 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 高科技人区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